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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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卖 这是45亿件 45件 便宜一点吧 便宜不了 出名的就是 真假的 一口价 我也做 你买不买吧 我也做一口价 不是 我也做一口价 真的 我真不愿意 那个生食就是缘分 这个稍微便宜一点 便宜点我拿两件 下次我给你找个人 咱们都买点 可以 咱们有缘分 装内行人 占线会来客户群 固然是看下的一个绝妙小技巧 但是口着特别容易被坑的 杜海涛居然是 砍价的一把好手 这个认知 还真是让小编争单了呢 诚言道 山万有山 人万有缘 要说砍价姐的扛把子 沈腾认第二 可没人敢认第一了 戴眼镜的 是不是就是3D的 是 不戴眼镜 是不是就普通的 是 那我不用眼镜 怎么就不能买一张40的 先生 不是您说的那个道理 那你说是什么道理 妈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行吧 您一共消费120 如果你以为沈腾的杀价就这样告你段落 那你就太傻太天真了 咱小编点名 看价可以 千万别叫沈腾来店里 勒不天宗教报道 提到彭音院就知道他是实力派的演员 而且有型 酷演戏也好 但是早期他的一段视频呢 流露在网上了 很多人看到之后说 呦 不错呀 早期还是唱跳型的歌手 对啊 这段视频我也看到过嘛 在这舞台上啊 非常认真卖力的跳舞 跳得还不错 但是呢 这个唱功的话呢 真唱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走音跑调之类的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人家是很认真地完成这个工作的 你怎么能说尴尬呢 我觉得就非常看好他 我在想说彭音院 如果不去演戏的话 现在还在歌坛的话 一定已经开演唱会了 一定是无数无数的歌迷在捧着他 如果说彭音院 你现在看演唱 我也会去看 而且呢 我去看看你有没有跑掉 也太过分了 不过说这个演唱会的话呢 其实现在很多明星 在开演唱会的过程当中 还是容易出现一些 小小的意外 比方说一些搞笑的小卡丘之类的 看一下 要说明星们每年的演唱会巡演 都是歌假粉丝 尤为关注的重要一程 但殊不知 外界关注的焦点 已经悄悄然从明星们 举行演唱会的规模和造型 转移到了这些歪打正着 却足以让人捧腹大笑的 现场小卡丘 至于张学友在某场演唱会上 网络上流传出这样一段视频 视频中 今天的雪友哥走下台 和粉丝近距离互动 张歌神边唱边跳 很希望我时 有这样一位歌迷 真真是欲出惊人 刘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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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华的边 刘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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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位要搞事情的粉丝 雪友哥依然神色自若 保持微笑 听到错喊声的张学友 边扭着屁股 边转身离开 网友们不禁吐槽 此刻张学友的心理音源被多大 台下这位歌迷 你确定不是刘德华派来的卧底吗 不过这段视频事后被证实 成因事后期加上的 原视频只有演唱会的音乐 并没有那位所谓的粉丝 喊出刘德华这样的搞笑事情 虽然视频经过后期处理 不过这位网友着实吸引了不少眼球 反而接下来这几位明星 遇见的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尴尬 同样在今年周建伦深圳演唱会上 微博热搜被一位失恋男粉丝的歌声刷爆 某位网友吐槽自己坐在看台旁边 坐着被感情受挫的兄弟 整场演唱会二十几首歌 他一字不漏地在耳边跟着哭完 结果一句远唱也没听到 生活现场的歌声是这样的 原谅小龚笑出了声 快点爱着小公主还你一场真的演唱会 然而这还不算完还有这样一位 怒刷存在感的粉丝 太想让周董注意到自己 抓住互动机会 呼唤偶像的音调 马上提高Bug度 这位歌迷 你去来看偶像帝还是来讨债的 而那边蔡依林演唱会的情况 也不容乐观 台下一位粉丝销魂的叫声 也被网友翻了出来 观众小哥一声吼 刚在台上竞歌热舞的蔡依林 都差点没忍住 赶紧转过头去 不仅在台上 你成功引起了蔡依林的注意力 演唱会结束后 蔡依林也转发了几条视频 并拍完不啊不欢 吸引偶像注意力 我只服你 比起台上偶像们的被动和无奈 接下来这位真是大写家族的尴尬 虽然唱歌实力没得说 这记忆力真是不对 压根儿和记忆力不沾边 明明去南京的演唱会 陈奕迅直接把地名都给搞错了 引得台下粉丝就差上去先舞台了 不过听陈奕兄的演唱会 真是常常有惊喜 常常有惊吓 说到这里小编只想说还能愉快地提演唱会吗 乐阪丁总得报道 全靠一张嘴演员念台词 堪笔绕口令 你无情你无耻你无力气呢 那你就不无情不无耻不 不吓 大家好我是古晓鸥 讲这些明星呢爱街拍爱修徒 这些都很正常 但是 袁杉杉我请问你是在干什么呢 把自己的腿修得有两米长 你搞得比姚明还要高 你这不是在昭黑吗 我觉得袁杉杉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 你修徒啊 你不要把这个后面的墙壁给修变形 像我的话呢 就从来不怎么修徒的话 不要自己在那自花 某人那照片从来都修过的好不好 那腿长的你也快有一米八了 没有了 我不是什么修徒修脸之类的 我最多去修下嘴巴什么嘴角上扬一点 你知道吗 就作为主持人来说呢 其实这张嘴要好看 而且要会说才是最棒的呀 你说这点非常好 我真的觉得不管是主持人还是演员 形象当然很重要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张嘴要 伶牙俐齿 那台词要说得好 比如说接下来这些 作为演员如何塑造角色性格 可谓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而在这门学问中最基础的 应该就是记台词了 可你瞅瞅 这一叠叠的剧本早已够吓人的 若是在遇上堪比绕口令的台词 还真是让人吃不消 你和他看学看月亮 看了一整夜 从十字歌赋 谈到人生哲学 我都没有和你看学看月亮 也没和你从十字歌赋 谈到人生哲学 好好好 我错了 错了 错了 好不好 我不该跟他看学看月亮 不该跟他谈了整整一夜 不该跟他从十字歌赋 谈到人生哲学 以后 我只跟你看学看月亮 谈整整一夜 跟你从十字歌赋 谈到人生哲学 你敢再无聊点吗 不得不说 论台词功力哪家强小编只服穷瑶阿姨呀 而在穷瑶阿姨的抛砖隐喻之下 各个电视剧也陆续出现了考验演人嘴皮子功力和记忆力的饶舌台词 比如在电视剧《武林外传》中 编剧就借着穷瑶阿姨情侦宣语蒙蒙中的经典桥段 衍生出一段神对话 你找个好人家家了 你无情你无耻你无理取闹 那你就不无情不无耻不无理取闹吗 哪里无情哪里无耻哪里无取闹 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耻哪里不无理取闹 就算再怎么无情再怎么无理取闹 也不会被你够无情够无耻够无理取闹 那我就给你无情无耻无理取闹看 这绕来绕去的无情无耻无理取闹 还真是把小编给弄晕糊了 但这还不算啥 当方言与台词进行神奇的碰撞 你们猜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你到底有多少通话 这里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不是是一个 而是一个人 二十一个人 说他们都藏到哪去了 这里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不是二十一个 其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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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一个人 二百五十一个人 二百五十一个人 你叫我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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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不合 刮风刺成了饶蛇选手的对决现场 还真让人有点猝不及防的 但这些对于吕秀才 语言台来说可算是小菜一碟 毕竟他曾经凭借超强的记忆力和表现力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绕口令版的 一本正经胡说法道 我是谁 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了 不 我刚才问的是本我 现在问的是自我 这有什么区别吗 我 举个例子 当我用我这个代号来进行对话的同时 你的代号也是我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否意味着 你就是我 而我 也就是你 如此咄咄逼人的迹象和不太喘气的台词 公里小编只想说请收下我的膝盖吧 强音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镜头前每一次唱怪灵灵的演出都有背后熬夜被剧本的艰辛 毕竟堪比咬口令的台词可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的 好 好 我们再看今天的娱乐节目就有问题 问题就是穿着这双鞋的人是谁呢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 可跟通通过微博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回答正确就有机会可以获得不厉害的点心面 送出的大礼包 以及我们东南卫视宇宙的餐厅的定制充电宝啦 是的 再次祝愿大家节日快乐 明天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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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